问题再拖下去 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是中国国家的耻辱 是中国政府的耻辱 是中国军队的耻辱 而且稍有风吹草动 严重撼动大陆执政党和大陆政府的合法性 你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你还执什么政 换人算了 换党算了 换朝代算了